话说东汉末年 曹操带兵打仗 正值盛夏季节 天气非常炎热 感觉路面都快要被太阳烤糊了 曹操带领军队走了好多好多天 这一路行军很是新的 而且路过的地方都是荒山沿岭 找不到有水源的地方 将士们渴得渴罚的罚 喉咙里像是着了火一样 嘴唇都干裂开花了 有的兵士干脆就走不动了 躺在地上等水 曹操看到这样的场景 心里非常着急 如果在这样耗下去 不但会一物战机 恐怕还会全军覆没 于是他快把家边跑到前面的山岗 急路远眺 想找到有水源的地方 可是这干旱的土地太大了 找水是没有希望的 他回头看看自己的部队 一个个东倒西歪 怎么办 怎么办 曹操集中生智 灵机一动 他站在山岗上 指向前方 对着兵士们大喊 前面不远处有一大片梅林 接满了又酸又甜的梅子 大家坚持往前走 吃到梅子就可以解渴了 兵士们听到曹操的话 想起这些又酸又甜的梅子 就像蒸的吃到梅子 口水稀里哗啦的往外流 顿时感觉有了精气神 鼓足力气往前走 就这样 曹操终于率领军队 找到了有水源的地方 让梅止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用最成功的渴望 来激励自己 今天跟着曹操老师 一起来画这个故事 千笔稿已经拿好了 勾线用的是针软笔 上次用的是马克笔 咱们一起来画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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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